大家好 我是Andy 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去年初忌情相當之嚴峻 很多人都躲在家裡避一避 所以去到去年的年尾 你會發現很多家庭都多了嬰兒 幾個月之後的今天 大家都想帶嬰兒出來 曬太陽 見面 逛街拍照 所以我就有個推薦給大家 怎樣可以負責任地 不失霸氣地拿著奶粉 尿片出街呢 我就為大家介紹這個袋 這個就是Fultoncraft Pilot Series 10L的袋子 這個袋子的容量10L 其實都不小 很適合去擠兩個奶瓶 一瓶冷水 一瓶熱水 兩餐奶粉的奶粉桶 四條尿片 乾紙巾 濕紙巾 還有少許沙巾都可以 還有一個位置 這裡可以用來塞一下風褲 或者是冷氣皮仔都可以 好了 講完簡單的介紹 我再看看有什麼功能 在這裡 背部有防水拉鏈袋 這裡有一條帶可以扣在托箱上 還有左右兩邊都有袋 可以用來裝水也可以 或者裝白傘 下面有索帶可以用來索小型的物品 例如封褲 上面一樣 也有兩個圈 可以用來塞住封褲 或者皮仔都可以 前面這裡 還套了幾格的箭術扣 這些箭術扣 當然可以方便你用來 扣一般的鎖匙 或者是消毒液 其實這個系列裡面 還可以配幾種小袋子 例如拉鏈的長方形袋 或者圓形的袋子都可以 那些長方形的拉鏈袋 容量大概可以放到一包 250毫升的檸檬茶 另外一個圓圈的拉鏈袋 就可以用來放散紙 即是散紙、鎖匙都可以 有兩個扣扣在這裡 好了 我覺得這個袋 它值得介紹的地方 就是這個可以單手開到的扣 不要告訴我 你不可以單手開扣 而且這個扣本身有磁力 輕微的磁力 一拍就自己扣上了 很方便 很方便開 很方便關 它外面有一層的空間 其實裡面有兩條暗格的拉鏈 裡面打開了拉鏈之後 可以放一些尿袋或者充電線 這個空間真的可以用來放風衣 或者放一些冷氣被子都可以 打開它裡面 就會看到裡面有一個拉鏈暗格 裡面一共有兩個小袋子 所以一個三個空間在裡面 左右兩隻翼是用來防潑水或者防雨 所以蓋起來的時候 基本上下雨都可以避免到一點 還有裡面有些魔術間隔 可以方便你自己去間隔 放些什麼 還有它這裡有一層的 比較A4 size的軟墊 它的第一功能就是用來 讓袋子拿起來挺身一些 第二它可以製造空間出來 可以用來擠到一個13吋的Notebook 例如說是Service Pro 或者是Netbook Air 都是可以的 所以它的間隔這麼有彈性 我覺得就非常之適合 你會問這個袋 PILOTS Series 還有什麼選擇呢 PILOTS Series 除了10Lit之外 還有一個7Lit和3.5Lit 10Lit 剛才說過 可以用來擠幾個奶瓶 尿片 或者是沙巾 或者是乾濕紙巾 去到7Lit的話 它就可以裝一瓶小壺 或者是水 所以現在BB小時候 需要多些奶瓶水 沙巾 片的時候 就可以用10Lit 如果它大一點 可以吃虎仔 或者喝水 就可以用7Lit 再大一點 它只需要帶一瓶水 就可以用3.5Lit 當然它們長大之後 這些袋子的空間 就可以退出來 不是擠它們的物品 就是擠你們心愛的相機 像10Lit這個Series 10Lit可以擠兩隻無反機 再加兩支鏡頭 搭配這隻 可以擠一隻無反機 和兩支鏡頭 3.5Lit那隻 就剛剛擠到一隻無反機 加一支鏡頭 你可能會問 之前你介紹過 Peak Design 10Lit那隻袋 你會怎樣選擇 有什麼分別呢 我覺得主要有幾個分別 好像這個袋子 它跟Peak Design 有幾個不同的地方 是什麼呢 第一 它這個袋子 袋底是平的 如果你放了一些物品 放下 它會站得穩 Peak Design 因為它就住 一個很流線型的設計 你放了相機 或者放了重置 它會向前跌下去 因為它的袋底 是比較尖和細 就不會自己站得穩 第二 這條袋 PILOT這條袋 比較闊 和厚 背起來 就比較舒適 Peak Design 那隻 Everyday Sling 那條袋太幼 和太薄了 所以 拿重東西 拿到幾kg 的時候 你會覺得有少少的壓力 還有 第三 就是形態 這隻PILOT 如果你不是放太多東西 它可以按扁 形態就不會太飽滿 而Peak Design Everyday Sling 那隻 因為它是造就了一個拱起的設計 無論你裝不裝東西 都是一個拱起的形態 所以 我覺得 如果是裝得少東西的時候 這個拿出去就會輕巧一些 輕便一些 就不會太過壓榨 總結來說 我覺得 這個PILOT Series 也是 挺適合用的 無論你是日常 拿來去街 或者做過負責的父親 幫忙拿料片 奶粉 都非常適合 如果你喜歡這條影片 請點贊 訂閱 分享 留言 我們下次見 拜拜 留言 按讚 留言 可以 留言 留言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